欢迎收看财富将启动 外资近期平放利空 包含了苹果不会用台积电的3奈米 还有MCU的涨价有限 让不少的强势电子股都面临了急跌修正 到底这些讯息是真是假呢 今天产业专家江国中分析师 带来了园区内部的消息 新的五虎价即将再度的崛起 还有下一波要起涨的个股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但请大家先拿起你的手机 加入萤幕上面江江老师的Liant跟TeraGuan 江江老师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每个礼拜还会提供战报 请大家赶快加入园区最独家的内部消息 都在江江老师的Liant跟TeraGuan当中 让我们来欢迎江国中老师 大家好 今天带来我的超级好朋友 助攻开北股是攻万九 好 来看到今天的主题要告诉大家 新五虎族就是下一波起涨的名单了 赶快请江国中分析师来跟大家分享 有请江江老师 好的 今天这个标题下的真好 超赞的 利空打不死 真的是利空打不死 待会会有很多 甚至有外资把他的目标价 挑战到低到不行 这个是跌破眼镜的这个价格 结果今天喷涨停了 所以新五虎指的是新的五个族群 但我们要先跟大家讲 之前江江老师8月27号就在节目当中看好世新KY 这是我此生这一季最大的遗憾 我怎么没跟上呢 那时候世新KY666元 但是来看到今天世新KY已经涨到1000多了 涨幅足足是55% 超强的耶 老师 我还有类似世新KY的调股吗 没有关系 你还很年轻 人生还很长 未来会有很多标股 不是啦 老师我要赶快赚到头7块买房子 没有 好 来看到呢 我还有更多的这个标股 要跟大家来分享 来看到今天主题的部分 首先呢 要先请江江老师来帮大家解析了 外资很坏要打屁股 他居然说苹果不会用台积电耶 好 这一个就要特别特别给投资者做个说明 这个其实我们园区早就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台积电明年推出新的三奈米制程 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先进制程 它会引爆出很多台北股市的后端的下游的产业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比方说它会对联发科有很大的帮助 会打入高阶的手机晶片市场 这是对全球市占率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苹果外资说 网络传外资说 苹果不会用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 完全打交叉胡说八道乱讲一通 明年的 你这样骂我好开心哦 你可以多骂一点 明年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 英文叫做N3B 但是它就推出这个三奈米 三奈米N3B这时候呢 马上又新的研发一个技术 就是说成本比较低 效能更高 它叫做进阶版的三奈米 叫做N3B 那可是它没有同时推出啊 要三奈米确认之后 开始出量产之后 才会有N3B的这个出现 可是N3B因为低成本 成本比较低啦 效能更高 那苹果一定会选择N3B嘛 所以它是不是不用 是地盐使用 结果外资就栽账了 栽账说好可怕 苹果不会用台积电 所以我说过它是假利空 它为何发这个假利空 一定有目的嘛 对啊到底是为什么 外资今年一路被嘎空 一路被嘎空 特别是半导地产业 等于是唐币挡车嘛对不对 你看这个非半已经创历史新高 而且是碰的速度角度都很大 所以我的看法是今年外资非常极度 偏空的筹码在11月12月 在传统的资金行情的旺季背景下 有可能出现付出旁盛的代价 会出现史上最大的外资回补潮 这个筹码动下投保你要特别留意 你看今天过去台北股市 外资没有动没有买 没有买没有买 指数就不会喷 今天外资一买200多亿 指数喷200点 所以我认为11月12月外资史上最大的回补潮 这个资金潮流的效应 可以特别特别的留意哦 好 江江老师呢 看好了即将台股要上万八跟万九 但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看好的这五虎族啊 要跟大家来分享了 首先看到的是金元代工 再次强调一下 这都是江江老师独家的深度爆料哦 先来讲一下金元代工 真的而且是昨天晚上去逼迫 这个园区的熟悉的采购 叫他赶快给我一个 内幕消息 对 要上热扫店嘛 一定要把这个最新最Hot的新闻 最火辣的 对 产业的讯息跟投资标做分享 我们现在看这个金元代工 车用需求很大了 这个八寸机台设备成本已经偏高 扩展机会小对不对 所以金元代工会往12寸来做发展 因为量的比较大嘛 那八寸产呢 2022年工不应求 八寸金元代工明年报价 还是持续的看涨 所以上游代工产业 半寸体产业 持续看好 这是非常旺的 没有任何问题 车用晶片还是很缺 对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 联电 纯股族 比方说台积电600块以下 我之前跟我讲过 纯股族就可以买起来放 如果你要做纯股的话 当然如果是做短线的话 可能有其他更多的选择了 好 这些金元代工 下一个是MCU MCU刚刚 MCU不是连圣群自己都说不涨价吗 对 主持人也有说 最近的声音是比较差一些些 你看我昨天特别去 我员区的采购 大厂的采购对不对 好 他真实跟我讲的是产业的声音 Q4你看确实趋患 真的有趋患 可是趋患是成长趋患 不是成长变衰退 所以这个现在的媒体很奇怪 很容易都会断章取应 因为从短线的关系 订单确实有延后一两个月 那订单延后营收一定会影响 那数字就直接不好看 那确实对股价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就车用跟公共的MCU 还是供不应求 MCU的报价未来还是有机会调涨 所以我认为资金循环吧 目前比较夯的产业 涨一个段落之后 还是会回过头来 找7月份的原主流 盛群也说了Q4订单 确定不涨价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 是明年到Q3 明年Q3之前 它的订单都已经谈妥了 甚至已经跟客户预收订金了 这样就很稳当了 对所以它的产业趋势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说台北股市超级比一比 你短线上资金一定寻找什么 最有利的族群去往那边做卖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可能会稍微判定一下 就等未来有机会起工的时候再跟各位做分享 好还有景气如何代理商最知道了 来看到代理商大文大跟文化 这个就很重要 特别去问代理商 因为他代理的是上中下游的所有的产业 他告诉我呢 这个多数代理商去反应 受到长短量影响 客户的拉货 确实趋缓了 延迟一到两个月 所以有没有 所以这个族群 所以电子的中下游的部分 稍微留意一下 目前可能还不会成为多头的最强势的主流 但是在半导体早上的背景之下呢 未来的营收是不减 或者是微幅的衰退 但是我认为这个状况 你看哦 地元一到两个月嘛 所以两个月后就会有改变了 所以可能明年一二月 主流就会重新回到这边族群了 好 下一个是电源管理IC 好 这个是Power的部分 在PD产品上面呢 Q4还是看多没有问题 委权通家需求还是很旺 特别是这个通家 这个通家其实它目前的股价的位置 其实不会输其它的股票太多 不过电源管理IC 已经booking到明年的产能都很OK 就是说明年到Q3 Q4之前 其实订单都蛮稳定的 所以没有任何会衰退的问题 所以比去年 比今年来比较的话 都是升涨5到15% 目前趋势是OK的 就伪权跟通家 我比较会 prefer这个通家的部分 哎呦 老师放名牌了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呢是MOSBI MOSBI的族群呢 也是这两天开始涨了 对 这个就很重要啊 那英飞零是大部分是高压的部分 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安森美 就是属于中低压的部分 那目前因应电动车的发展 然后大陆呢大陆金颜代工 取消台厂的订单 造成什么 大陆台厂必须回台湾 找金颜代工的帮忙 那回台之后成本就变高嘛 变高之后你要转嫁 转嫁给下游的客户 所以就有涨价的必要性 然后又碰到什么 碰到国际大厂安森美 从今年Q1到Q4 每一季都涨价 那最切的讯息是明年Q1会继续涨 所以我认为那个富顶 可以特别特别的留意 它的跟进的速度 过以往的惯例都是跟这个 安森美是最贴近的 所以这8月6月的富顶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富顶富顶富顶 来看到下一张呢 是还会跟着涨的产业 除了刚刚的五虎族之外 这一些族群也不要错过哦 对就是说目前这一波 起功的就是这个族群了 电动车 元宇宙 低轨卫星 5G我们通常讲5G对不对 5G它其实范围很大啦 所以我们跟各位说做细分 其实从5G延伸出来 有雷晶片 有PA 有光通讯 有PCB 有天线通信网路跟散热 很多对不对 我们一步一步跟各位 从里面抽失剥茧之后 选出底部比较完整的股票 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老师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周末的标股的部分呢 首先现在看到第一支呢 是药德 好 这是代号 对 代号3138的药德 你看哦 四位你看 它在9天前一根红K 9根一天一根红K之后呢 连续8天都没有动 对 有没有你看 多么磨人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不要做太短 做太短你会被扒过来又扒过去 一下就洗掉了 对对对 然后变成追高杀低 你就选择底部的很稳的 然后买进暴劳 守着一个波段 这才是真正做股票的精髓 来这个前三季的年营收是年增 是25%其实没有很多对不对 但是它超前部署的5G 6G是5G的下一个世代 天线仪器跟检测设备三件齐发 特别是它抢攻低轨卫星已经确认 蛮确认的事情 明年的出货的产量是倍增的形态 底部是很扎实的 从6月的左边角 10月有稍微跌破前低 现在背离的背景之下呢 目前说就现在站上了翻扬了 所以我认为大概过 今天是售229涨停板呢 大概过了240块的颈线 颈线一化 一过了之后呢 底部会更扎实 再过250 那个底部超级的大的底部成立 所以我认为未来可以多加的留意 好 这次要登 也算是低轨道卫星的概念股 好 来看到下一支是联勇 联勇今天很强 涨停板 而且它法术会很精彩 这个就是外资利空打不死的 超硬汉 你看哦 外资你看外资多坏 多卑劣 然后胡说八道 它把它调降目标 叫做到313 它在364的附近呢 调降目标叫做313 结果今天448了 所以同学们 外资的话 今年从头年初到尾 都不可信 我认为今年的外资 我认为是世代的交替 因为我有去问过 以往外资水准不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是什么原因呢 年轻人 外资换血都是比较年轻一派 老师经验够丰富 所以他判断得出来 这中间一定有猫力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是人不一样 对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外资的报告 我认为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蛮低水准的这个水平 那就看股市的草店就好了 所以联勇今天涨停板 换他一个公道 OK你看这个联勇 外资调价目标价的原因是什么 毛利率会往下掉很多 其实没有 法州会出来之后 没有维持高档 前三季EPS是45块钱 前年60块钱 然后本益比不到10倍 超跌 455 450以下都是超跌的区块 所以我认为 因为你看 今天红K之后 收集院是站上了 但是还没有翻洋 所以在翻洋前一定会有震荡 利用震荡的时候 可以积极的做布局的 好 下一期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系统电 好 那这个就是 从这边我特别特别写 所以我怕你没有看清楚 所以跟各位强化一下 这是隐藏版的特斯大概念股 就是说市场上比较少人知道 那因为我们有园区的讯息 特别跟各位做说明 股价低基期之外 这个胎压侦测器 出货大爆发 为什么大爆发 因为目前特斯拉的 胎压侦测器 新增的部分只有系统电 它独占 就是只有它 那未来很多款的新车 新系列的车 都会完全跟系统电下订单 所以从10月11月开始 它的营收会进入什么 正循环的爆发期 而且电动车 市委你都知道嘛 市场上都有一个想法 对不对 特斯大五年后 十年后 卖的电动车的数量 会不会比现在多十倍啊 当然会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如果它继续都是 独占的胎压侦测器 它是不是爆发力就很强 是的 今天股价创什么 创180天新高 创新高是多头 创新低是空头 对吧 所以我认为 半年底部形态成立之后 而且它除了这个 独占的特斯拉的 这个参加政策机之外呢 车用除能卫星 三个隐形 全部坎败在一起 也就是它是复合式体材的标注 我认为这个打底之后 我会把它锁定 我的建策之后的 雪球股之一 好 那我们来加快一下速度的 来看到的是台牙 台牙呢 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 低轨道卫星 最正宗的个股 对 这个大家都很熟 因为它你看 高点都过前高 低点都比前低还要低 投资朋友 正协率有没有 我跟各位分享过了 负协率不要去减零钱 不要去抢跌争反弹 正协率每次逢拉回 切线一化 到切线的下缘 它都是很好的买点 所以我认为台阳继续看好 为什么 我这边明年获利爆发 写5到6块的EPS预估值 其实我心里面 也把它估到7块钱了 所以本益比实在是 还算是蛮低的 这个价区的 好 下一档看的是元金 好 那这个也是我给它 用力按赞的股票 与特斯拉的子公司 吸手抢供太阳能的商金 特别是第二行打入了 SpaceX的供应链 你知道吗 低轨当卫星 每一个低轨卫星 需要8600个太阳能晶片 所以这个商机就很大了 非常非常好的循环 今年的5月6月7月 有没有看到 负协率 9月10月协率走平 10月11月协率up 有没有 很明显 空翻多的股票 我认为大波段值得期待 好 最后一支标果 我们看到是维新 这一次有没有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6789负协率 9月10月走平 10月11月正协率 波段空翻多的形态 那今天EPS预估是20块钱 具有本益比才7倍 好 你看今年EPS20块钱 假设明年配股 配现金15块 那殖利率就10块钱 不得了的低 位阶很低的 我认为是适合比较保守型 因为它的股心就比较温 不会飙 但是是缓步的跌高 我认为是很有这样的机会 好 以上是江国中老师带来了 股市即将上万八跟万九 这一些标股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来逢第一步局 我们也谢谢江国中老师 谢谢 谢谢